在今天的重要新闻方面,CIPC帝国商业银行的首席 有一间华人心理辅导机构表示 联邦移民部提供给新移民心理咨询的资源是严重的不足 他们的投诉呢,也得到了部分国会议员的支持 记者网翔的报道 华人家庭专业辅导中心指出 华裔新移民的心理辅导需求近年急速上升 但是联邦移民部却迟迟没有对他们的拨款申请做出答复 让他们觉得非常失望 华人家庭专业辅导中心一直为新移民提供安居情绪辅导 家庭辅导和危机介入等服务 由于其服务的特殊性和隐私性,很多个案不为人所知 多年来都靠大多士工艺金以及约客区工艺金的维持运作 从没得到过联邦台证的资助 华人家庭专业辅导中心表示 他们的资讯服务一直在运行 不可以因为经费的问题而停止 就像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跟求助者说 请你或你的家人今天不要自杀 我会把你放在等候名单之中 他们服务的特殊性决定 他们的服务经不起这样的等待 如果必须必须 我会把你抵押到最主席的资助 去确保得他们的资助 这是完全不承认 这个共产党政府说 我们是为了家庭和我们是为了新闻 我们是为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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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为了钱庭 今天到场的国会议员 他将遵促联邦救助 对这项莫快申请尽快做出答复 Rubinnews记住 网上报导 有最新的报导说 PTC工会高层 TNC一阵 打后回来将会报导 整容医生王家海被你同女的 发生关系案 王医生绑上出身的细节 华人家庭专业辅导中心的 新移民危机辅导监管 仍然没有着落 还有今天起多个公司的居民 可以用手机转讯提供面罪接线 继续为大家报导新闻 接着是本地消息 一个37岁华内女人被证实患上 专门为华人和新移民社区 提供危机介入等特殊服务的 华人家庭专业护导中心 在8个月前 向联邦移民部申请付款 到现在都得不到回应 国会议员詹嘉磊 推讯给移民部长分离 表示这样令人难以接受 华人家庭专业护导中心 06年获得联邦移民部 核准成为对被申请付款资格的 非牟利机构 中心在07年7月 提交由07年10月到2010年10月 为期三年的付款申请 不过到现在都无音讯 为何他拖着这个政府 和这个政府 在8月中回答他们 我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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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天去讯联邦移民部长分离 要求跟进这件事 还批评现行活款程序存在漏洞 据了解中心成立二十多年来 主要依靠大多市公益金 市府和社区捐款维持运作 从来会得到任何分禁 同意国的做工人 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社会责任 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责任 去serve一些紧急的情况 需要我们做考虑的情人事 有中国移民通过亲身经历表示 除了新移民安居服务之外 其实无论新旧移民 都需要中心提供的情绪辅导 家庭问题辅导等特殊服务 从而预防危机 甚至还够生命 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支持 我现在还在上网 我们的飙的情况 前一段时间 主要是跟我做一些个人方面的辅导 家庭和协 这个大的时候就很稳定 而且每个人个体都心态好了 那么你就是 无论是从就业 还是学习这方面 就是比较有机会的作用 有数据的话 接着是我们的新闻时间 新移民不断涌入 对社区服务需求 商业增加 有专为移民提供 心理辅导的华人机构 很远与联邦移民部 没有提供足够资源 给他们运作 华人专业家庭辅导中心指出 随着华人新移民不断增加 华裔新移民的心理辅导 服务需求也都急速上升 中心一直积极向联邦政府反映情况 以及申请赔款 但是联邦移民部 迟迟未有回应中心的申请 他们失望之余 也都担心服务受到影响 他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联邦已经入屋狀 但问题就要在去年 在9月份就会给我们个换复 但是由9月份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华人家庭专业辅导中心 一直为新移民提供安居服务 心理辅导 以及家庭危机处理 过往经费来源包括了 大多市以及约克区公益金 以及省府的败款 根据